东河湘各部落的族人在操场上 跳着大会舞 骑老带头吟唱 这是一年一度马罗阿龙观光文化节活动盛大举办 天气虽然炎热 但是族人齐聚一堂 加上东河湘公所的大力宣传下 有不少的民众前来参加 最特别的是每年都会发放美食券 可以让民众大袋美食 像是农特产品柚子 或者是原住民的美食都相当不错 县长黄建田以及代表省政府的专员林满 还有许多贵宾都到场参加 东河马罗阿龙 赞 来办理 因为我们东河湘有很优质的文旦佑 那我们每一年 我们以办理这个马罗阿龙文化节 来也来推产我们地方的这个龙头产品 所以这个我们办这个活动 我们具有双重的这个意义 这个希望呢 今天每一个人来都可以品尝到我们优质的这个文旦佑 也希望我们把我们这个优质的这个龙头产品呢 我们能够拓展到全国 拓展到各地里面去 我们今年这个活动也特别具有意义 因为东河湘工手跟东河湘农会 大概十几年来 应当所致的 联手合作 来办理我们这个文旦佑农错产品的这个促销活动 这么用心的乡长 在我们议员 这个地方 大家共同支持之下 把东河变得越来越好 昨天 早上我还在台北的希望广场 替我们的文旦佑来一直很认真的叫卖 每年到中秋这个季节 就是我们要努力帮忙 促销我们的文旦的时候 那今年很好 今年品质真的特别好 能够让大家借着借由这样的机会 来体验 来这个享受到我们 东河这么丰富的人文跟山水 我想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也会继续全力的来支持 所以我今天要代表我们行政院政务员 一个林郑哲主席 来到这边先跟大家问好 也跟大家说谢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三句头说的 我们的台东县 是怎么样呢 好山好水 第二呢 人情味特别浓厚 带来最重要一点 我们的龙特产品特优 活动举办的相当热闹 开幕式之后还有大会舞炒热气氛 在蓝天白云下更显现出原住民文化特色 现场也有摊位暂时宣导 东河湘这一次大力宣传农特产品 也希望帮助农民行销 也持续推动原住民文化 东南顺部政府黄欣平在东河湘的财富报道 没有了 在哪里 别人想不敢说 没关系